励志新村在绿树晚暴中间 一幅山水田园画 快点往外长 这个真的是科技筑农 太酷了 小布村地理位置好 三层交界处 像到了一个度假区一样 太绝了 为乡村振兴 天砖加瓦 励志新村在绿树晚暴中间 一幅山水田园画 快点往外长 这个真的是科技筑农 太酷了 小布村地理位置好 三层交界处 像到了一个度假区一样 太绝了 为乡村振兴天砖加瓦 一个小火 一日的信仰 一日的信仰 岭南大帝啊 风采迥异 来到了这儿就想到了 是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无香 立志新村 立志新村一定是跟个故事有关 而且它是叫新村 对 它一定是之前有一个名字 但是这个村经历过什么 我们也别瞎揣摩了 进去 对 进去问一问 你就问一下村民 立志主海 立志必到 它都用立志来取名 这儿童乐园吗 小朋友们 小龙仔 很多小龙仔 你们好 立志新村 到处种了竹子还挺契合的 竹子的这种精神就很立志 进来觉得特别清凉了 一下温度都降下来了 感觉待会儿就有几个 带着斗笠的大侠就来了 这应该是乐剧 好参齐咯 好参齐咯 说声们 你们好 大哥 老乡好 阿苏 走三 走三 您这刚才听的是哪一段 这关第一页 好好听啊 我们小时候用这个听粤语歌 对吧 那个时候得是粤语的词带 放名词带 而且粤语歌 基本是脱胎于乐剧 您像那个 莫树青三多障碍 你要再慢点它就变成乐剧 莫树青三多障碍 这个村叫立志新村是叫了多少年 九十年以前 就是叫大人 叫大人 对了 而且的儿 而且的儿 下面是心 九十年那个洪水 到我们这里淹了好多房子了 灾情严重 所以我们一个村那个房子 全部淹密了 然后县政府就看到灾情这么严重 他就鼓励我们重建家园 到上面那个地方搞一片土地 搬到哪里去搞房子 往高一点的地方搬 然后恢复生产 恢复建设 重建家园 密集商场就是这个得门出来了 我们在这边来找黎颖君的家 几位认识吗 他是种田大货 种田大货 咱们村里的名人了 在上面 在那边 街里上去五百米就要 那我们去找找他 这还有超好吃的 是早餐点吗 好香啊 这个还美啊 火花啊 火光火花 好香 好香 这个是桂林糕 不是 这个 不是 凉粉 好清爽 平时到村里来玩的游客 进村之前就可以在这儿 没有 先买一点小吃 了解个地方的文化 不得先出美食开始吗 这是什么 无人机 怎么这么大 大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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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会这个小姐姐就是吧 永君吧 好人大物 好 永君 哇 找到了呀 找到你了 我的天哪 你这个无人机好大呀 这是我做纸宝的 这台无人机之前拿去修了 才送回来 所以在这里测试一下 修好了没 你应该布置这一台 我现在有朋友 有个机队 那个机队有多少台 我们家现在有五六台机子 可以租赁 对对 大家不一定非要买 对 它可以定位 对 可以规划路线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还可以建立高清地图 它可以做航拍的 这个一大片地用这个机器 是不是很快就撒了 对呀 我们村的一天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真的是科技筑农 这太酷了 那么一起收一收 待会儿我朋友过来 你把它收起来 首先要把奖页收起来 它是可以折叠的 对 放在路边吧 走走走 起好 往翻 我一个大老爷们 指挥人家三个女生 干净活 好嘞 可以 已经成功的亭机入库了 我们的家在这边 我们的家在这边 老妈 我带客人回来了 老爸 带客人回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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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好 大哥你好 好 坐吧 来 抽抽 好 这个就是用桑叶做的凉茶吗 桑叶加菊花 加菊花 嗯 甘草也放进去 就会甜一点 甘草 嗯 要不要试试我们的特色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水果上面有辣椒 咸酸 对 好奇是叶雷吉啊 叶木瓜啊 叶苞棒啊 这个是什么 这是李子吗 对 这是李子 我们当地的麒麟李 这三渣 这个怎么又酸又辣 这个味道好独特 这个是阿姨自己加烟的吗 是啊 这个是香 小萨哥 过来的路上有什么感受呀 第一个是觉得 先是被李治新村 四个字给震撼到了 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村名 名字 它一定是跟一个故事有关 然后后来当我们听完了 所有的这个故事之后 再看到我们眼里的风景 都有凤凰涅槃槃的感觉 因为你很难想象 二十多年前这个地方 经历了洪灾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少兄弟 即后我告诉你 为什么像现在这样 平正 一个最大的秘密 我们慢慢听啊 后来后来 村子变化很大很大 透明空间之后 加上我们现在当地 集体经济发展起来 引进的旅游业嘛 对 方便有客朋友们过来 这边现在开始有民宿 有农业旅游 家院 我有一个点 你怎么对农业这么感兴趣 你是不是学这个 我学的是造纸 造纸 那怎么会学了造纸 然后大学毕业想回来 还是做一个新农人呢 四个小秘密 晚上告诉你 哦 还留个悬念 我们先参观一下 我给大家准备的房间 这个好 好啊 杨鱼姐 这是我的房间 这间是书院的 谢谢 来来来 这间小赛哥 哎呀好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第一弯 这就是我们村 对这是你们村 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 第一弯 但是鹤江真的不止九道湾 我觉得 九曲十八弯 一弯一风景 就完全是在绿树环抱中间 然后前面是山水 山水间的家 就是这样的 这是 这等于是你的书桌 看看他的机库 哎哎 封开线人大代表 这是 有年轻有为 拖拉机驾驶证 无人机驾驶证 哇绝静泥会开 我觉得这个尹军是把那种田园之美和他的事业工作就完整 青春之美 融合在一起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新龙人有很多 现在时间刚刚好是我们陈大哥陈嘉龙 踩在竹顺的时间 我带大家去看看 参观一下 好 走 走 出发 这个出场的放逝有点 江南三大才子的感觉 江南它这个地理位置好三省交界处广东湖南还有江西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南部的小布村 水水 其实这是属于称州 但那个称字很特别 它是一个森林的林子 加上一个意 过去是一个城市 它造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就是地名 很像现在的标志 巨仙亭 助推乡村振兴 凝聚乡贤力量 就是我们古代 就是乡村社会啊 一定是有一个治理模式 一定是有能人 包括过去在外面围观的 经商的 文化人 隆规固里 返乡 然后它在这个村里边 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总体来讲啊 老百姓的很多的知识 通过乡咸 穿个汤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城乡互动 过去没有乡村振兴 可能只能靠这些 隆规固里的乡咸 一点一滴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看这边有个名路 我们看一下 本土乡咸 这是本地的 就是这里 过去叫荣归故里 现在是回乡创业 对 就鼓励啊 更多的返乡的这些农民 回来创业 所以走进这个村子里 抬头一望 最显眼的就是巨仙亭 这里就是巨八方闲人 把所有有能力的人 都聚集在这里 对 刚刚在来的路上 我一直觉得 跟我印象当中的乡村 不太一样 对 觉得像到了一个度假区一样 沿途所有的马路 都修得非常平整 而且非常干净 这个是真的很了不起的 这个基建做到这种程度 对 现在乡村已经是全新的面貌了 对 包括我们现在 在整个这个小布村里面 看到的环境 我相信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回来 然后重新建设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很多的变与不变 不变的就是团统村落 因为你要搞乡村旅游 看的是过去的东西 是 变的是经济 收入 老百姓的生活 哎 你们下的什么棋啊这是 脑筋 这是一 二 三 四个狮子 动一个狮子 就是变成这里一 二 三 四 还动一个 是刀进过来了 动这个肯定是一二 对对对对对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个 五加六等于五 嗯 动一个让这个公式成立是不是 嗯 对对对就等一了 这 很难啊 这五看来是不能动 那自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呢 哈哈哈 是吧 对对 自由从他这下功夫 哎 他加就不对啊 哈哈 明天的智能的游艺 你教我们吧 老先生 嗯 啊 教我们 哦 这个 哎 哎 哎 我怎么没想到没想到 这是怎么想到的 哦 哦 他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曲同工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哥 这一一大早就接受了这样的暴击 陈州小布欢迎您 来 大哥啊 哦 这就到这个传统村落了 这些建筑啊 嗯 这些建筑啊 就也得像 越北的感觉 就广东北部的这种风格 就是广东北部的这种风格 就是广东北部的这种风格 但是前面那个一看就像湘南的 啊 这两边还有点不太一样 啊 这两边还有点不太一样 文化交融嘛 对 其实也可以透过看这些老的建筑 可以找到以前新人的一些智慧 对 包括他们盖房子的方式啊 包括他们盖房子的方式啊 对 然后你看 这这都在斜坡坡地上面 也有助于他们排水啊什么的 这很有趣的 啊 这是小布村的村委会 哦 荣誉强啊 中国传统村座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陈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大美丽村庄 哇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队了 来队 这里这里 这是我们 新鲜钱吧 一杯新鲜钱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 等你们好久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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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年轻啊 几岁啊你今年 二十六岁 哎呦 你好 你们终于来了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做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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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们家好漂亮 谢谢 这是你们 做的民宿还是 啊 对 楼下是饭店 楼上是住宿 那你们看一下 为你们准备的房间 好好好 潘老师 这是你的房间 叫你老师 还有龙哥 你看 这是你们两个的房间 我要唱一晚上小虎队的歌 哇 这里真的好舒服啊 坐在这里乘着凉 那这桃子是我们本地桃子 黄桃 阿姨好年轻哦 是你的 什么 你的婆婆 对 哦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 打算回来创业的 我们是17年回到的家乡 开了一个龙家乐 那主要是靠旅游啊 对对对 对对 效益怎么样 一年的收益呢 差不多有15万多 然后加上 我家有八抹地 还有三抹鱼塘 加起来的收益 差不多有20多万 都可以讲一讲 以前跟现在 有多大的差别吗 之前就是 家家户户嘛 养牛养猪 养鸡 造成一种污染也很大 然后那边的话 有个湿地公园 因为那个地势比较低 那个污水呢 就是说排不出去 全部聚集到一起 现在我们的新香咸 很出力啊 就弄了一个进化的绿植嘛 它能够去除水里面的杂质 美人家 对对对 水汁就会得到一个很好嘛 然后最后就是灌溉 我们每家每户的农田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可能就有相应的新香咸 它回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村子里每一个角落 都是一个个香咸 还有村民们一起努力 是的 是的 我们自己也想成为新香咸 就是说为家乡出一份力 做一点我们 一所连级想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预备新香咸 你们这个香咸 它有这个什么考核的机制吗 怎么就能从预备的香咸 到这个新香咸 比如说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呀 像我们现在的老屋 之前就是说村民保护意识不强嘛 然后就有导得到他的他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把它给保护起来 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资源 外面有很多游客专门来拍照打卡 也给我们的人流量增加了 好 就专门有人去修起这些老屋 对对对 刚好我们那里修上一个老房子 我带你们过去体验体验 可以呀可以呀可以呀 可以 去修房子去 看到了吗 我带客人来了 天大哥 你今天好 这就是竹孙 对小裙子 真的像那种 好可爱 小仙女 对白裙仙女 太美了 我就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江湖言成雪裙仙子 我们叫她君中皇后 特别像一个工艺品 对不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就这个太精美了 但是你想不到她在两个小时之前 其实她就是一个蛋 对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是发生了大自然 非常神奇的一幕 你能看见她在动 关键是两个小时 破壳而出 你拿着她看着 你能看到她动吗 你能看到她动吗 看到她了 她能往外长 是吧 真的在长 特别像个科幻片 感觉她马上就 好 我一脸 就几秒钟的时间 又长了 快给我个镜头 给我个镜头 我不动 出来了 出来了 破壳而出 破壳而出 感觉像个小恐龙一样 不像植物 像那个小鸡 破壳而出的感觉 是长得非常的快 像那小恐龙或者是 你看她什么样的力量 促使她突然破壳而出 温度的变化 还有那个光照的变化 湿度的变化 而且呢 从军丝形成一个蛋 要三个月 但是从一个蛋形成一朵花 就刚才说的两个小时 而且刚才她破蛋的这一刻 就几秒钟的时间 好像竹孙需要跟竹子共生的 野生的状态上呢 一般都是竹林柴有 它主要是分解竹子的落叶 枯枝 然后作为它的营养 比如说我为什么在这里种 也是因为我这里地里边 埋了很多竹子的叶子 还是有竹子的叶子 对对对 你看到有竹子的叶子 然后你挖的话就可以看到 你看这些都是竹叶 对竹子的碎片 有竹子的碎料在里面 像我们之前种的话 是在竹林里面种 虽然它非常原生态 看着非常好看 但是呢 它就受到大自然的影响 因素非常多 产量啊各方面 产量质量都会影响 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 我们这边都喜欢冬天打火锅嘛 那个销量是非常好的 反而这个竹孙在冬天就不长 温度低了嘛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订单排了非常多 然后呢 现在的话就是可能还要采 对 你就有话直说 这样你们来了 帮我们帮你忙 没问题 但是很多蛋还没有开出来啊 竹子蛋也是我们要卖的一个产品 所以今天你要采哪种 今天两个都要采 我们采这个竹孙要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个要保持它的整洁度 就是不能脏 第二个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就不能断 首先你要有一只手是干净的 就扶着它 然后用另一只手呢 把它底下的筋丝弄断 把它根弄断 之后呢 就这个手是干净的嘛 一直扶着它 拿着它 然后用这只手 把它的那个均托 给它扯掉 就是这层粘粘的 对对对 你摘下来完整的话 它是圆圆的 好 然后顺势捏着它那个帽 就一捏它的顶端一扯 然后这个帽就下来了 帽也要扯下来 帽也要扯 要用力一点点 就直接扯往上拉 对对对就这样 就这样对 竹孙蛋要采的话 首先我们要一定的大小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大小又大概就这么大 第二个呢就用手按住它那个顶部 按一下 如果是比较顶手的 比较硬的 它就是快要长出来的 哦 如果软软的 对圆圆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采竹孙蛋的那个状态 你踩下来了 它还会开 对 踩下来了 还会开 因为它有一层多糖在里边 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在里边 明白了 行 明白了 要干活吧 行 来吧干活 就是我们一定要赶在十点半之前 因为我们的车是十点半 要发出去 好嘞 能采多少就采多少 尽量帮我们采 最好把它采光 好 那我们一人一拢 一人一拢 一人一拢 好 这个可以吗 陈大哥 这个稍微有点小一点 有点小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 呃这个可能会小了一点 这个还小啊 对 怎么样 我这个哎呀糟糕 我给它弄脏了 哈哈哈哈 还是要这个因为你啊 弄那个粘液的时候啊 你很容易把那只手就弄脏 弄脏了以后你再拿竹孙 它就没那么白了 对 所以要始终保持一只手 有一只手是干净的 对 这个呢 这种就是有一点阴影的 我们摘的话是差不多 要这种形态 我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小 呃 差不多 那个稍微小一点 这个稍微小一点 对对对对 可以给它再埋回去 让它接着长 埋回去的话可能就不长了 哈哈哈哈 真的找得都很难 对 说这个大了 那个小了 这个又小了 是 这个我们自个儿吃 哈哈哈哈 这个很难 你一不小心它就断了 这个要很仔细 这个真的是脑手心眼 全都得调动起来 多摘几个就熟悉了 你啊让他们先发车吧 今天别等了 别等了 今天没戏 我们对你们还是 把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这个天然的有一点 这个破损怎么办啊 那个没关系的 那个没关系的 哦这个很完整 我觉得很得意 嗯是的 这个也很完整 嗯 这个很好看 这个很好 大家多说一点 10点半 有的坏掉就不行了 哦 快快快快 加快速度 对对对 加快速度 快快快 哇 真的是要抓紧时间 你看帽子都已经掉下去了 竹孙感觉有点像昙花是吧 对 我现在速度开始上来了 我感觉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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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没事坏了 自己吃 嗯 嗯 难踩 真的难踩 她说是需要你很细腻 很细腻 但是她连在一起 来 我要跟你分开 来 嗯 好 坐一下 漂亮 来 我们俩分一下 好 等一下 OK 非常好 现在基本上熟练了 你看 你掌握了技巧了 你们怎么都跑到那么前面去了 我觉得我们摘得比较快 速度 我们讲究速度 你们搞得我像在这摩羊工一样 我也很认真的在干活 那我们先撑一下吧 撑一下 撑一下 看看有多重 差不多五斤了 你踩了那么多啊 嗯 这个也跟她整体的 这个个头大有关 来 我们撑一下这个竹孙 我的妈 我的腰 已经不是我的腰了 就一直蹲在这里 是有点累了 特别考验蹲躬 蹲不住 我有种错觉 越踩越多 就是因为你一边踩它一边掌 对 一边踩它一边掌 对对对 哎呦 天哪 这个放回来 然后再撑你的这个 我刚才看到我自己的一滴汗水 滴到了这个图里面 特别好 汉滴河下图 你这句诗啊 你要改成汉滴孙下图 哈哈哈哈 哈 船总 发动机发送到外面 收钱 要送货了 行 好 最后还有几个 把它搞定 加油 这个可以 可以 我们这两轮很干净了 完成任务 最后一个务必完美 走 完美 这个好 还是收获满满的 太难了 直接到就行了 可以吗 开车了 小泉是什么时候开始 做这个竹村的 您是励志新村的村民吗 不是 您不是村民 我是19年的时候 过来这家村的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 专门搬到励志村来 因为当时我们这边 有一个原材引进的一个政策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棚 就是相云振兴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相云振兴那些资金 去做的一个产业 然后我们去返租 租这个大棚 然后租金就分给村民 作为他的长期收入 也就是盖这个大棚 不需要花你自己的钱 对 这样你压力就会小很多 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当时我就是 也是一个重点大学嘛 毕业之后呢 就回来种地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的 当时那个年纪 自己的内心有一团火 一股闯进啊 我当时是在上海 一个工厂里面 去做技术员的 如果是走技术 晋升那条道的话 只能是做一个技术总监 或者说总调控师这样子 但是面前就站着一个 总调控师 我十年后会成为 他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我需要的 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就一直想找 一个机会 一个平台 去锻炼自己 把自己各方面的认知也好 各方面的能力也好 去提升 其实我们回来创业 不是为了说 证明自己有多少能力 或者说去挣多少钱 我们只是在寻求一个机会 或者一个平台 去把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认知去提升 这个特别好 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而是为了提升自己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是会有 想要 年轻人好像 那团伙是想要去挑战未知 就挑战自己能不能做的 那个 不确定能不能做的事情 更能够激发激情 好的 陈大哥 咱们村已经见到 两位新农人了 村里面还有没有 三轮有一天佛的样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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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在 在村口 做电商的一个 那个火在燃烧的一个新农人 那我们再去找找他 行 好 好的 好 这都是老房秘 对 这全部都是老房秘 以前的话就说 村民的保护意识也不强 然后就会造成老屋的倒塌 你看 像这一个地基 就是之前没有保护好的 就只剩了一个地基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警醒 对 就随时提醒大家要保护老屋 这个房子正在修复 正在维修 哈喽 方大哥 你好 你们好 方大哥 你看 我给你带了三个帮手 希望能帮上忙 不是来添乱你 我们现在这里刚好有一栋 有个四百多年历史的一个老房子 四百多年历史 现在主要是修缮它的什么 一个是它的墙体 因为它的墙体 零久失修以后 慢慢地开始有裂缝了 还有一些就是核心 它的保护层 瓦片 瓦片 对 底下的话就是原来 粘乱叉的 从前部屋砖 对 我比较好奇是 像我们修这种老房子 跟修一般的房子 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它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是比较困难的 它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 修旧如旧 因为本身它就是老房子 我们为了保存这种建筑文化 这种遗存 包括我们一些老师傅 这些老师傅都是本地的一些 原来就是老匠人 这些传统的手艺技艺是 现在想学都不好学了 对 好 谢谢 那我们就去下一家了 帮忙干活不是吧 干活了 我们不是来帮忙干活了吗 我有得逞 帕老师 你就和我的老师 你们一起来这里 停一下我们这种传统老专的 铺装工艺 我铺装呢 对 小林哥跟齐龙哥 我们就上班听话 干活 露起袖子加油干 老师哥 你跟着方大哥一起帮忙 我回去准备饭菜了 好嘞 来 慢点 这有点高 来 对这种老房子 其实瓦片是最重要的保护了 要不然你水渗进去 那木头就腐坏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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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木头 都是有几百年的木头 所以每年已经来临之前 我们老百姓家家户户 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翻网 所以就这样能够 把所有的雨啊水啊 全都避在外面 就这一层 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但是我在铺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什么一面羊面的什么的 这个瓦片呢 凹进去的面为阴面 突出来的面是阳面 我们的底瓦 就会把阴面朝上 地鱼它排水的时候 往下流 地整个它的瓦的排水 像我们的整个盖瓦的话 就是阳面朝上 哦 明白了 哎呀 真是第一次干这个活啊 齐龙哥手艺是很顺溜的 我齐龙出道之前是不是也经常去干活啊 我其实我在工地打过工 工地打过工 对 对 我记得你好像 超过砖的 小铃哥尽量把距离控制均匀 均匀一点 对 至少我们的底瓦 它的重叠部位 至少重叠三分之二 保留三分之一的位置 就是这样有利益排水 不容易渗水 也这样即使风比较大 台风天来了之后 也能够压得住 对 是 高了第一次把它敲下去一点 对对对 哎 你还有筋呢 哈哈哈哈 我干过这活啊 你干过这活啊 帮工脱皮啊 这个做杂活 我跟我叔叔也做过骑将 那潘老师像这种修啊 你应该小时候经常接触啊 对 过去家里边修修补补 大家都是找同学帮忙嘛 对 哎 潘老师这个气得好直啊 行吗 可以 这说明他还是寒假呀 把我的心 你的心 穿一穿 穿一颗心 草 穿一个 红杏眼 把地球随我们的同心愿 永远的不停转 站在齐龙阁旁边 对啊 听晓妮歌唱齐龙哥的歌 从小听他们的歌 有一天能跟他在一起 上房添砖加瓦 老乌配老歌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晓妮你是真的都会啊 当然啊 开玩笑啊 从小喜欢你到大呀 太厉害了 但是你依然是这个样子 还是那么的轻生活力 我都已经老了 感觉 太气人了 这个 确实 需要力量和耐心的活啊 虽然作业的方式很简单 但是你看我们铺了这么久 三个人弄这么久 也就修这么一小片 都还没有完整 哎 其实好像也还挺快的 你看你这速度 一二三三个半 是 我们只铺了底啊 还有上面呢 哦 对 还有上面呢 两层 那我就开始铺这样了 那晓妮哥 我们盖顶瓦的时候 是用老瓦来盖 哦 用老瓦来盖 对对对对 为什么 这样看起来就是老的 这样修完以后 它就修旧如旧了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新瓦了 相当有道理 哎 我就说怎么 还留了这么多老瓦在这儿 来 我给您丢瓦 行 哇 这个汗 很辛苦吧 这个确实是很难 晓妮 哎 怎么样你们 这瓦不够怎么样 我们正在为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你们别光聊天不干活啊 过去我们重视地下文物 不是地上文物 那么对传统村落 我们的老房子的重视程度 是不够的 小布村啊 把我们的农村 农业和农民 和我们的老房屋 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小布村啊 打造得更加完美 可能观众现在看着我们这活 挺轻松的呀 就把瓦片一层一层 垒上去就行了 但是我现在真是深刻感受到 这个不容易了 如果你们真的来 体验一次 我觉得就排两条 这么长的吧 这个腰杆大概就生不起了 真的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 这段小萨没来参与吧 她腰是真不好 挑了腰最好的两个嘉宾来了 那个萨妹腰不要 我们搬出的 不用了 快了 我们马上结束了 我们快中暑了 快了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核心是最后的收口 要收得平整 你都要收得非常平整 平整 好 我觉得你现在就像一个 老屋的医生一样的 对症下药 忘闻问切 要特别细致去发现 每一点问题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一块瓦的不细致 可能会导致 最终那个顶上漏水 如果那样的话 又得再来一次 十只毫厉 没有只千里 我感觉我现在真的是有点 站不稳了 随时要做 我们站一下缓一下 好 然后再下楼梯 行 不能下太急了 这就算完成了是吧 对 这是辛苦的一天 汗流加倍的一天 就这么一小块 我都成这样了 真的就只有这么一小片 太不容易了 哇 你想想他每年都要把瓦片 全都翻一遍 是的 太不容易了 来吧 咱下去休息一会 行 小妮老师 吴老师 感谢你们 对我们这个 老板改善的制作与帮助 谢谢 感谢 感谢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们在这里 种了一千多门果园 带大家过去提议一下 好 盖完房子去采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禅节播间 不算是 咱们都是新农员嘛 对吧 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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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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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大夫 多谢 多谢 我以前呢 也是在浙江那边 做电商嘛 我也是响应 我们政府的一个号召 那时候有个叫做 第六产业人才引进计划吧 就办了个班 办了个班 对 就教他们怎么做这个直播 单红 所以是典型的人才回流 别耽误你们直播 你们接着来接着来 真进入的家圆满 这个三老师在这里 我们这个 又会 买一送一 你不用紧张 你紧张什么呢 你放心 放心 如果在这个时候比较紧张 怎么办 这个自己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好 太对了 太对了 太好了 已经掌握了 就随了 你可以 你出师了 你已经 我跟你说个主意啊 你这个镜头啊 现在 再稍微转一点点 哎呦 太好了 把后面 把后面是贺姜 把后面的姜水 对 大家看啊 我们的米就种在江边 我们这个背景 后面就是 你说我们的背景是假的 给我个捅 哈哈哈 你说的背景是假的 批的 没有 没有 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鹤江 我们叫个鹤江江边 用的这个姜水 种出来的这个米 你看多棒 武大哥 还得请您给我们引荐 下一位新农人 哎 他就是啊 我们引荐就是啊 对对对 好 你们你们继续直播 继续直播 去你的田里面 感谢 别人感谢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去田里面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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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这里 这里面田里没水 对呀 我现在是用水稻三控的技术方法 在做一个新的尝试 我们现在种的水稻呢是 种在江边 风大 嗯 抗岛福能力弱 现在就是要靠控制水 控制肥 控制种子的数量 让它根扎得更深 嗯嗯 精感也尽量地往低压 这样来抗岛福 嗯 这里有五个品种 嗯 需要决定下一年来种哪一个品种 哦 一个呢是看产量 做一个对比 哦 一个呢就是要看哪一个的病虫还更少 水稻呢最主要是有三虫 两病 三虫 卷叶虫 钻心虫 盗飞湿 两病 盗温病 文枯病 哦 我为什么要观察它 最主要是想要看看它在哪个时期 最主要发生的多 我就可以在下一年 我需要什么时机来去提前防控它 嗯 去预防它 而不是它发生了 我在应对 哎呦 这个今天这个知识点太多了 这样咱们仨分一下 好 你是什么虫 我是卷叶虫 盗飞湿是什么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哦 说来就来 这是什么 这就是钻心虫的病例 哦 哦 我要看一下 快来看 来来来来 它全部黄掉了 对 因为它吃着新嘛 这钻心虫有点厉害啊 我力拔头虫 力拔头虫 插上 两个叶片的左右圆粘到一起就是 对 卷叶虫 对 那这个卷叶虫量比较大呀 哎呦 虫 虫 我看 有虫了 卷叶虫 不要躲 出来 出来 我其实挺怕这个小虫的 嗯 这么点小虫你怕啥呀 这不是这有什么 它是吃水到叶片 这很小哎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 盗肥师的任何 我希望他没有 咱俩这个品种 萨老师 其实还可以 这个病虫 好像稍微少一点 我这几株都挺健康的 这个就是跟不同的 这个品种的基因有关系 对 是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选种子很重要 是的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对 咱们那个冠名的卤花 嗯 它们的花生 就是专门培育的这种 叫高油酸花生 就是牛奶榨油 它们特别重视这个种子的研发 高油酸花生 油酸很高 而且出油多 出油多 并且它非常的健康 嗯 味道也好 嗯 所以它被称作 东方的橄榄油嘛 哦 这一下就可以带动 当地的很多农民 就因为种植这个 高油酸的花生 它就可以增收 哦 这个是我第一回 就是感觉农田里面 是很明显的 从教科书到农田的 这么一个直接的过程 所以以前说种田很累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感受 太阳晒啊 然后时间长啊 现在不仅仅是这样 从理论到实践 我这边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已经基本上到了最后 这么一弄完 你看这两笼挺明显的 这边是蓝色多 这边就是红色多 黄色很少 黄色很少 嗯 还好 稻温主要集中在这个品种上 嗯 那边那个稻温不多是吧 嗯 稻飞尸到现在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这是好事 这是个好事 对 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回家准备做饭吧 爸妈还在家里等着呢 好 往这边走 走 好 这么一大片 放眼望去都是啊 堪称潘桃园 老黄 我给你带几个帮手过来 帮你收桃子了 太急事了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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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多大呀 这有一篇五百多亩 将近九十万平米 对对对 差不多 很甜吧 哇 哇 哇 嗯 嗯 太绝了 这个叫锦绣黄桃 感觉吃了一罐黄桃罐头 这个桃子啊 就是做黄桃罐的品种 哦 我想问一下 我们采黄桃 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告诉你们一下啊 满手了啊 它就是大的啊 满手就这样 在桃啊 要上面用点力 再往下面一扯 哦 先往前再往后 对对对 这个国比就蛮好 就不会有省伤 哦 明白了 先摘桃吧 摘桃 要不这样子啊 判了这啊 你就做台判 我们也比下赛 夫妻档和兄弟组 行 好吧 然后就每一组摘得够五十斤 行 好 预备 走你 专业队 对业语队 哈哈 还得先判断哪个能摘哪个不能摘 对啊 你先摸一摸 我感觉这可以 是往里再往外 我看 这没问题 哎行吗 这个裁判不公正 挺漂亮的 小妮哥 你们摘得怎么样了 我们进度很快啊 我们现在有两斤了 要摘那个又大又好的啊 行 现在客户多吗 固定客户 比较多 现在我们销售的方式啊 主要是以采摘为主 他们来这边旅游看 看古屋啊 游山水啊 再体验一下采摘啊 然后又可以尝到 我们这种鲜果 你们要加加油了啊 我们这个山水队 这个成果丰硕 哇 有点轻敌了 哦 光调天了 我去乘下种啊 看够了没有的 二十八斤 二十八斤啊 我要加油了 来吧 咚啡我们分工合作 你来拆带 我来摘 哎 这个好 还得先秤一下 知道多少 七公斤了 一共二十五公斤嘛 对 他走着呢 二十一 要不然吃两个 可以 要不然帮他们吃两个 对 你要吃你就吃他们的 十不够 吴喜龙 摘一会儿撑一下 咱俩加一块 咱俩加一块啊 加一块吗 现在多少了 十三 我十 还有一公斤多 好快点 快点 快点完成了 那我们就放秤上 别动了吧 对 加速 走你 最后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他老您得喊啊 五四三二一 好了 OK了 够了 等一下 够了够了 不不不 抄的还不行呢 抄的就罚你们 不能抄 不能抄 二十五点二 好 看看你们的 二十六点八 操了 好 三水队 冠军 这就冠军了 辛苦了 我们到那边喝下茶 好 歇会儿 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不仅是你们俩的日子 越来越好了 也带动了周边的乡亲们 我感觉典型的啊 辛苦啊 现在有点微甜啊 辛苦 微甜 我还有一个理想 我这是租到他们的地 然后他们在我这里干活 一边携 一边拿工资 然后一边拿地租 周路还是可以维持生活的 但是这不是目的 目的是想 把技术成熟之后 我就把这个土地还给他们 租金 我来出 你们来种 我来把你们销售 真是想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跟这样的心境 包括你们现在努力在做的 过往这几年辛苦的 其实都已经配得上 相信的一个称号 武器秀子 还有加油干啊 乡村是个大市场 我们吃的用的 利不开农村的 对 如果是我们知识界 很多的产业能投入到乡村 我估计相对发展会更好 我们先生去家里 要吃饭了 晚上做饭 衣服换好了 拿过来 等一下一会儿 帮你们一起洗了吧 好呀 好呀 饭还没好是吧 那我再去睡会儿 给你们父亲亲的 你们想吃什么吧 新疆菜随便选 大盘鸡 大盘鸡 大盘鸡啊 大盘鸡有点贵 大盘鸡你要 大盘中盘还是 大大盘鸡 大大盘 行那就大盘鸡 哎呀对不起 吃不了大盘鸡了 吃不了大盘鸡了 为什么 没有土豆 我做饭经常翻车 所以我对自己 不是很有信心 你们千万不要对我 抱任何希望 突然觉得有这种 考试的时候 所有同学都交卷了 就我一个人还在那写 没有土豆 你要不要胡萝卜 胡萝卜 胡萝卜也行 对吧 对可以麻烦帮我切一下 那我给你切 哇这么大的鸡头啊 激功嘛 我们这边的特色 看着就香 看着就香 光看着就香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做饭啊 真的是 油亮油亮 这个活加的 边做饭 旁边还要给你喊加油的 我觉得挺幸福 可能需要点那个卤花的料酒 你加点料酒吧 再加了 没加了 还没加 哦 我也说加了 能上加了吗 哥哥 我想说加了还剩这么多 啊 好了 焖一下 焖一下 这样可以休息一会儿 可以了是吧 再我盖了 盖吧 就这个火 还是可以大一点 可以小小小小小小 小 老公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这在墨什么 做斗腐吗 叫斧竹 这做斧竹 你还系上 哎 有 有 有 刚才我还在想 是不是豆浆 豆渣 豆腐 豆腐不也是这个黄豆做的吗 你觉得你这么跟我聊天有意思吗 有意思 我在这儿干着活 您拿着筷子 我也在干活 您拿着筷子 我不是给你添加黄豆 你磨什么呀 等我发现这磨盘干净了的时候 好有成就感 可以了 大功够强了 下一步我们就需要过滤 来 慢点 慢点 好 然后拿这个兜起来 我来支撑 这样它就不会堵上 对 这就是豆浆 这就是豆浆 为什么要做腐竹 对 我们直接吃早餐吧 这样 可以了 这边有豆渣 放这里 豆渣是可以吃了 鸭子是可以吃 先去煮 柴火灶 这是腐竹砖用锅 好 您倒吧 这个烧开以后就可以看到腐竹凝结的过程了 让火力慢慢地要降 解锁一点 变成纹火 然后云火 哦 这考验你的技术小三 对 我知道 看看你们的这个腐竹 这个腐竹 凝固了 凝固了 好了 我准备起第一条了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 这不就是炭煎饼吗 哈哈 哎呀 这个煎饼摊出来了 耶 成了 行了 杨老师也弄出一片 接下来这片是我的 小发哥的第一根仙腐竹 这真的就跟那个 做煎饼太像了 我这张必须漂漂亮亮的出来 来 好 可以吗 很好 成了 成了 成功 成功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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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吃 光 哎呀 滴滴乳花 香不香万家 滴滴乳花 滴滴花生油啊 好香啊 滴滴花5S鸭炸花生油 做菜就是香 对 哎 这个香是哪来的呀 真的是这个花生油吗 葱姜蒜 花生油最香啊 这花生油再加上 葱姜蒜爆香 好 出锅了 这就出锅了 青菜嘛 你做个什么 鸡蛋洋葱 鸡蛋羹 鸡蛋羹 哎 这是个什么新鲜的切法 他只是为了不让他断 哦 你们俩夫妻俩会 有自己的浪漫的仪式感吗 有时候会有 你怎么求的婚啊 求婚了吗 好像好像 没求婚 好像没有这个这个 没有这个过程 人回没求婚 退回去重来 哈哈 那就现在来个也可以啊 对啊 是不好意思表白是吧 对 你 你平常表白多吗 该表达了还是要表达 怎么表达 做菜啊 语言呢 男生还是比较含虚一点 就说你出去工作一段时间 你会说老婆 好想你啊 嗯 多多少少会 会 羞涩了 你看人家多多少少也会 那你当时求婚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我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 怎么到我身上来了 不是想让你给他们做一个表率吗 来 你来直接帮他们做一个 对 对 仪式感重一点的 请你站在这一边 你站在女方那边吧 不是 不是 来 站这边 好 好 看着对方的眼睛 牵着手 你就说 老婆 这几年创业你不容易 老婆 这几年创业你不容易 手拿不来啊 手拿不来 老婆 这这这些年 我们一起创业不容易 请你以后多给点莲花钱 哎 莲花钱的一次都给我 希望我们俩的 各的手永远不会 不要松开 拥抱这里的一切 拥抱我们美好的明天 那我现在可以拥抱你了吗 哎呀 不容易不容易 其实在 创业的过程 一定会有很多辛苦的 经历 尤其男生跟女生 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 男生要 体贴一点 所以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 是需要表达的 嗯 你看他现在多幸福啊 两个人都在一起成长 挺好的 挺好的 太好了 那我也没什么可送的 我就把大盘鸡给你们尝尝吧 看起来是不错的 拿两个鸡蛋 这么多食材 野菜煎蛋 来的 我们的高油酸花生油 出锅了 野菜摊的 那我准备其他的晚餐咯 好 先蒸个鱼 蒸个竹参量虾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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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们还得拌一下 行啊 永娟 做菜小能手啊 不要叫夸我啦 我骄傲的 现在这一盘太漂亮了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做个料汁我们就可以了 上桌 蒸竹酸 可以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太棒了 来来来 福气夜 有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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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我要尝尝腐竹 叔叔给我加一块腐竹 谢谢 哇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好好美 真好好美 这腐竹好嫩 我以前吃过的 没有这样的口感 我们的新花鸡还很特别 来吧 来吧 这个骨头是可以咬碎的 真的啊 嗯 可以的 可以的 它为什么骨头可以咬碎 肉还那么嫩呢 它生长的环境好 它会游泳 那只鸡会游泳 咬高高了 该揭秘了吧 今天这么多秘密 你说到 黑江水很平坚 秘密就在于 全流域 国家都在调控 从广西开始 从源头开始 说暴雨来了 它提前把水库的水 排掉一部分 去年预测西江是27米的 应该说 已经达到百年一遇了 但是 它一调控 22米 啊 22米 那5米就是救命的 可以把危害和损失降到最轻 就是宏观调供和微观配合的一种结合 那你是刚开始一回来 就打算跟爸爸一起种水稻吗 17年吧 我爸爸当时想要重新创业 嗯 当时我就想创业的话 那就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自己默默也出一份力吧 我跟我妈妈说 妈 妈 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 我上大学了 我可以自己去赚钱 支撑我的生活费 之后你就不要给我生活费了 我内心已经知道 我爸爸的性格就是认准一件事情 需要做成一件事情 嗯 嗯 然后呢 嗯 你这么犯了 你不能这样 没事 来一张纸 给家里能省一分钱是一分钱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没受过什么苦 爸爸妈妈把我保护得很好 太懂事了 你是女儿 我的爸妈不是一个很善业子的人 但他们的行动是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 大家都说我回乡创业是个心动人 但是我更多的是希望我的爸爸能被看见 他做心动人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心动人这个概念 虽然有一个心字 但他并不是凭空诞生的一代人 对 他的传承 他的过去的知识的积累 就是一场接力棒的一个传递 你看年龄不是限制 是你要思想心 你思想很年轻 我一直走在前面 李大哥就是心动人 而且今天尹君带我们看了好几位 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也很酷 心里都有一团火 这种火延续的就是 希望 是我一直在不断前进的路上 就算我遇到很多困难 险阻挫折 怎样都好 我已经看到希望了 我就朝着那个希望去前进 祝愿咱们这个家越来越好 好的 祝愿咱们这个村 越来越好 立志新村 明天要干嘛 明天有哦 明天有哦 明天有事情 我们现在刚流转了一块新的地块 想要做新的一个更做 大概多大免疫 嗯 到时候明天去看看就知道了 又是一个秘密 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好好睡一觉 所以就是要开荒呀 啊没有开荒 没那么可怕 明天开工啊 好 咱们的新乡贤他们到哪儿了 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有财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哎呦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来吧 开始 我先尝尝齐龙哥的那个鸡蛋羹 嗯 这鸡蛋羹真的太好吃了 齐龙哥的招牌菜 这是我们的鸽子哈 试一下 哇 真的是感受到了农家乐的那个惬意 哎 你不是在做这些老房子的重修 对 在刚开始的时候 村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他们欢不欢迎做这样的事情 哎 这个嘞 一把心酸一把嘞 我看出来 刚开始做的时候 老百姓不理解 我们看中的一些老房子 老百姓他不愿意租给你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村里面的 有文化的老人 跟老人们去聊 老人们聊完了以后 又跟一些老乡行啊 去沟通 无数次的沟通以后 大家慢慢的就会认可 等我们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大家还是不理解 不安动工 不安做 所以 我和我老婆 在这个过程中 开始了我们第二次的走访 嗯 一户一户 挨家说 其实你讲通了 老百姓他是理解你的 等我们项目真正落地以后 哎 这下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人流 游客多了 每一个老百姓 在参与过程中 都得到了受益 慢慢大家就会认可你 所以到最后结果还是圆满的 你们这些新香弦成为一个榜样 让大家看到你们实实在在做出来的成果 然后才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 是的 我叔叔也是村里的新香弦 因为他是在外面 他是做建设的嘛 所以的话 村里面在搞建设 他就会提出一些宝贵的经验 或者是建议 所以说我们也向他们学习 也想成为新香弦 这是你们回来创业的原因 对 这样的一种善举 会影响很多年轻人 咱这香弦和新香弦 共同之处 都是为这个村子谋福利 香弦就是通过它的智慧 通过它的知识 帮助这个乡村继续地发展 老的香弦在村子里面 可能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人物 大家会希望向他学习 所以很多新的香弦人 会一直投入 他们会希望说 藉由自己回到乡村来做的一些贡献 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带动村民们 跟着他们一起过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村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香弦的评比啊 应该有一个机制 让这些香弦有机会能站在台上去介绍自己 每年都会进行这种香弦会 明天香弦大会 多选一个最美心香弦的一个活动 对 你们参加吗 参加 参加 就类似于选拔是不是 讲自己的发展理念 对 来吧 明天加油 明天见 加油 明天见 好 明天见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太舒服了 阳光看了 今天不得好好逛逛 对 对 画扇子吗 对 我们自己走回到场景 小布 小布 突然一看这扇子相形见柱 脖子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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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什么布衣 这是拼布秀 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话筒吗 是 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山水剑的家 我是主持人小妮 这是什么呀 这个它既可以当画筒模拟 然后又可以按摩 里面有40多钟钟 特别的舒服 多功能 多功能 看看摇子的文创 这个是 潘老师 在前面呢 逛世级 老朋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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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从 桃子衍生出来的产品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 桃子摇摇 桃子 桃子 这个是桃季美满 然后这个是蜜桃乌黄茶糕 尝一下 哇 好软弱 我听懂了 明白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好了 我带你们去 参了个新鲜型大会 好了 就在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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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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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香咸 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参集大家 开一个香咸大会 主要目的呢 是评选出一名 最美心香咸 一会呢 我们的五位候选人 会上台依次的 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和美好的愿景 咱们呢 就用手中的这个瓦片 给它投出 神圣的一票 这个瓦片呢 它寓意着 给我们小布村今后的建设 继续添砖加瓦 此外 我们三位客人啊 也希望你们能够 为我们的新鲜型 投出一票 好 一会儿你们就商量着 看投给谁 好 接下来呢 就请我们五位候选人上台 大家都知道 孙杰啊 是我老婆说了算 哈哈 她来讲吧 自己就开了个头 哇 这个出场方式 真的是太隆重了 谢谢大家 也感谢我的老公 今天呢 我们带来了是 攀桃会上 销售的最好的一款桃子 大家 通过这些年在果园里 一边耕作 一边学习 非常的辛苦 我们 非常感谢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 就是 给大家递租的情况下 再来 回到我们这片果园 同样是自己的土地 种出属于自己的好果子 我们 帮大家销售 大家的收益翻好几番 让我们一起努力 露雪秀子 加油干 好 我是拼不秀的传承人何娟 我是前几年入住了小布古村 将这门手艺带到了村里 对拼不秀的技艺开展 集中培训分散就业 让小布的这些妇女同志们 有了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的机会 未来我们将带动小布古村的姐妹们 用我们的双手拼自成小布古村的一幅幅画卷 然后助力我们小布古村的新发展 新未来 谢谢大家 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块这个 沉甸甸的老庄 旧庄 这个老庄 它反映了小布古村 这几百年的历史和进驻文化的一个沉甸 接下来呢 我们想通过和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把老屋唤醒这个事情 一起做下去 把更多的游客引到小布古村 为我们的小布古村听装家瓦 新乡贤大会 你可以看到 大家对乡贤们的信任 让我们的幸福生活 他们会觉得他们是在带领我们 往更好的生活去前进的 所以会愿意跟他们交流 愿意跟他们沟通 也会愿意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 其实新乡贤大会我挺感动的 新乡贤们对于村子来说 是一道又一道的光 告诉我们光源在哪里 我们才能向光而行 朝着光的方向不断地奔跑 才能够让光辐射更广的范围 去照亮更多的梦想 不贺方姐 获得最美新乡贤的称号 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跟发展 现在乡村治理的方式有非常多的变化 那我们其实在小布村 感受到了这整个村子里面 非常开放而且很包容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藉由山水间的家这个节目 能够让更多的村庄 让更多的人都看到新乡贤模式 让大家都能够 向这些前辈学习 然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未来的乡贤 希望我们祖国的山川 到处都可以充满新乡贤的身影 我觉得真的收获挺多的 说实话真的热真的累 但是你不累 你是感受不到我们这些新乡贤 带着我们的乡亲们老百姓 一起热火朝天干活的时候 有多辛苦 我们只看到了所有光鲜的一面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 这背后所有流下的汗水和不易 夫妻之间 兄弟之间 相亲之间 只有团结协作 用情来带动我们的力量 才能够把我们的这项事业做好 在这里向小布村的所有村民们 致敬向你们学习 爱你们 小布村这么多年的变化 靠什么呢 第一是靠国家的政策 第二是靠老百姓的 这种努力 第三就是靠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好多新的乡贤和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财富 我想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就是靠我们一代人一代人的创造 靠我们小布村的老百姓共同的努力 再次祝福小布村 生活更加门满幸福 谢谢大家 好 这是你们家新流转的地 对 新流转的地 多大 已经有个二十亩左右了 二十亩 那是你爸爸 对 已经开始了 那么多人在那干嘛呢 在除草 你没用过那个吗 除草机 没有 这个很累 像这种地块新流转的 这些是我们本村的料荒地 有一些水田 它不是水利田田不好 像这块田的 它就水太多了 我们需要做一些水利测试 把它重新从料荒地 把水还得排出去 对 从料荒变成凉田 再交给我们种植 好了 参观完了 走吧 等等还有活呢 大概几个流程啊 先把草除了 然后呢 先把草除了 我就上机 田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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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排一下 先挑一个草 我来吃草 因为我弄过这个 好 先背起来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捏住这个 再扣这个 对 对 一熊它要回来了 它这个油门就是 我不用一下子给它扣到底 对 可以轻轻的 对 慢慢来 我先试一下 先试一试 它已经是熟练了 是不是就 就会保护自己了 可以了 还要低一点 低一点 各位 低一点鱼鸡锅 好了 那咱们开工 分配任务 你给我分配一片 分配一片 完成就可以了 最高的那个是吧 对 这一片你来 这一片我来 没问题 我走不动了 然后我从这儿开始 杨老师 杨老师 不要叫了 撑不到的 我正在用来 你会出现 我都别在用来 我真的叫你 我再加到了 这个东西 可以 我但有没有 你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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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 油盆加大一点 中间这片我来吧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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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踢不到 好了 好了 我的手腕 端了吧 这样骨甲端得很酸 对 手腕 一直使劲捏那个 这一片可以吗 您验收一下 可以了 真的成就感 但你看这一片 太足了 还好多呢 待会鸡箱你们一过就可以了 这我们三个人估计得一上午 我现在上去叫朋友们一起 好 到下一步了 对 下一步了 我们村民来了 我拖拉机手来了 你们好 现在是拖拉机手入方阵 一色的酷小伙 他们代表着本村最年轻的农业机械的操作人员 这个场景还是蛮转的 真的 是的 你这样不亲眼所见 很难看到 很难感受到这种 万马奔腾的感觉 你看这个地 开过以后 一下子就平整了 很平了 把那草根搬起来了 对 开过的地方 基本上就看不到冒出头的草 对 这基本上要走几趟 这一片地就 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就可以了 回来主要就是把现在两个机器中间 间隔的那部分再打一遍 凯旋 欢迎金国英雄凯旋 在我们小颖军的农业版图当中 又增加了二十亩 一幅山水田园画 中国界两天的结束 我有一些话想和你们说 好 但是我不方便在这里说 又是个秘密 给一封信给你 学给我们三个人呢 撒兄弟 书月 杨宇 你们好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我仰望的职业 我一直仰望的人 今天很荣幸你们来到我们家做客 让我们一家人 可以和你们一起互动工作 在接触中 我发现你们是那么的随和 让我放下了绷紧的神经 在这里 我对你们的到来再次表示欢迎 你们今天的到来是为了做节目 但在我心里 感觉你们就是来探望我这个老朋友的 感谢你们对我们一家人那么高的评价 说到我的女儿 那真是我们家的骄傲 她聪明 坚毅 大胆自信 对未来有报复有规划 是我最欣慰的 多个故事给你们听 2012年那时我们家是种砂糖菊的 我同时发了四车的年菊到市场里 当时她和弟弟一起压车到江门 新会水果批发市场 可当天市场里年菊太多了 到天亮了 180筐的年菊才卖了三筐 果的售卖情况不太乐观 我决定叫她把果拉回 赵庆水果批发市场批发 可是果筐是果荡的 还不能拉走 我就在佛山调派自己的果筐去换筐 春节前的水果批发市场一片繁忙 根本找不到工人帮忙转换筐 15岁的她和12岁的弟弟 硬是把177筐 每筐50多斤的果 换回了我们家的果筐 那一车我们没有打算赚到钱 可是她把果运回到赵庆批发完以后 居然那一车果赚到了9000多 同在江门市场批发的同行却亏了 两种加粮法是成功的保证 有原爷爷培育出的稻米的粮种 再加上我们研发的粮法 相信种植水稻不再难 颖军的计划是组建一个种植托管团队 专为种植户做水稻种植全托管服务 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谢谢你们 李组织 走进来 好 走进来 羡慕你们 祝福你们 我们一起抱一下吧 越来越好 加油 我们一行特别幸运遇见了你们 然后也领会了咱们 立志新村这片神奇的土地 不论是一年能够收三期的水稻 还是一个多小时就能极致绽放的竹孙 都是这片土地上的神奇生命 见证了这片土壤上蓬勃的生命力 而谁又能想到 这是灾后重建的立志新村 但是换个角度一想 其实正是我们面对过这种磨难的从容和淡定 让我们再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有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种思维逻辑 再有更多难题也打不倒我们 对 我们脚踏实地 同时仰望星空 我也觉得是我们整个村子越变越好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为了村子共同出力 让村子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美好 其实我感到就是 长一辈的农人 对于新农人的这样一种传帮代 其实它是言传身教 晚一辈其实是在耳濡目染 他们在那种没有特别多的华丽的言辞 或者是教会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 成长成这样一个让我们都觉得 超乎他年龄的那样一种稳重 踏实 其实还有他这个年龄所独有的那种闯境和阳光 对 这种感觉就特别好 所以就是真的想到 童华湾里单山路 除凤青鱼老凤生 所以我在想这片土地叫立志新村 这个新发展了几十年之后 有了新的含义 它变成了观念思想创新和科技的新 就这一代农人用更新的理念 创新的方式去把今天的农业 带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 礼记当中不是有一句吗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就用这句来祝愿我们的立志新村 不断的前行 在创新的道路上 一天比一天能够看到更新的目标 和更新的未来 在这个新的时代成为一个新的标杆 好 努力 凌夏之风 五穀风登 小牧者 越来越好 小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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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